《時代論壇每周社評》 2015年12月20日,第1477期的《時代論壇》 社評的標題是《苦奏卑微人世間的聖誕佳音》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苦奏卑微人》二章十四節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總是一個機會讓我們追憶大約兩千多年前的百里行野地 天使天君如何向牧羊人報告這個大喜的信息 這兩句讚中也開戰了這位救贖主和生生王江南世間的生命信息 光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約翰福音一章五節 即使是聖誕節的真正信息 在今天也有多少受世人歡迎 基督降生成人本身的意涵 教會群體可又向公眾表達得清楚 能與今天的生活引起共鳴 從而讓更多人領略到這個信息大喜何在,與己何干 昔日天使在抗野地顯現 在安慰過受經的牧羊人之後 就點提指出這個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勞家福音二章十節 上主的恩典和慈愛、公義和信實 是面向普世傳人類的,關乎萬民萬族 並沒有哪一個民族特別受惠 也沒有哪一個國道因為國情得樹而被阻隔 今天,不同地域因為政治因素而人為地私家信仰限制 終究不會成功 神的國並沒有窮盡 老吉方一章33節 賭士,今天好色的信徒教目 越來越看重政經社會所提供的替代品 例如人間政權國力、堂會規模實力 亦有好色的信徒教目 將舊約時期的有太子旗掩蓋新約以後的教會傳統和領袖 法此種種都有混淆視聽之效 讓人看不清楚教的元首是基督 在天使口中,主基督的記號 是一個包著布的嬰孩 我在馬曹女,路加方二章12節 耶穌基督降身所展現的是一位苦就卑微的神 取了勞博的樣色 即時長大成人開始傳道 亦是連枕首的地方也沒有 而不是高高在上,君臨天下,尋求榮耀和供奉 祂的確值得我們讚美 但我們不能脫離苦就卑微的角度 來理解耶穌在世三十多年的作為 如此一位耶穌,今天要苦就的會是甚麼人呢? 是屈居上下劏,板間房連腰都不能挺直的劏房住客? 或是以劏房謀利的業主? 是那些超時加班永無止境的坐積貧窮? 還是考取豪奪,懸富無盜的自我中心? 道成肉身的苦就卑微 並不是指於降身一刻的戲碼 耶穌這位和平之君 參考以創亞書九章六節 耶穌他認同人間苦難不逃避 剛出身不久,就經歷希律王政治疾道的凶惡 以及徹夜逃亡的妻婦 今天,經歷亂世和殺戮,四處尋找平安的難民 總是能在昔日耶穌的經歷裡出得認同 我們所信的神,肯定明白人間疾苦 問題是,我們能不能讓世人 能看到我們的愛心和行為 就能明白天父更多呢? 面對聖誕佳音,當光照在心裡 我們又可以自受光呢?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Times on Air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